Hello 各位好,今天我們又玩另一隻新的遊戲 這隻遊戲就是一個推理遊戲 由左上角寫了的 端木飛VS 小林靜雪 我們進去再講 好 OK 等等,有沒有可以調小聲一點 故事發生在一個文明在犯罪都市的九龍城寨 好 記事本 小林靜雪刑徵組隊長擅長調查薩文安 和他個人的思維偵破過很多案件 亦經歷過很多充滿不同危機的事件 他和其他同事一直追查販毒集團 Iarlo Iarlo 的頭目下落 Iarlo是一個組合 在香港進入 轉…這個… 輾轉之間 來到這個罪惡之城 這個端木飛 連海大學的學生頭腦聰衛 曾經協助過警方破獲不少案件 立志成為一個出色的警察 他與他的紅眼好友流緊 這個是不是緊字 趁假期南下來到香港這個地方 打算好好放鬆 但意外發現屍體 還有一個跳脫號色的警察 和一個正直自信的未來偵探 在這個充滿罪惡的地方 有一個曲子的故事 誰是號色警察 究竟市敵市又會拆出什麼火花呢 4月3號上午時多 好 那是什麼 我等一下先調整一下聲音 先調整一下聲音 好 呃 剛剛現在先說一下遊戲的一些事情 那這個角色 小林正雪 就是另一個遊戲的主角 這個小林正雪 這個遊戲的製作商 就是香港的 香港的一個遊戲商 而另一位是中國大陸的一個遊戲商製作出來的 這次可以說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偵探 兩個地方的一個偵探或者警察 聯合一個遊戲 一起合作做一隻遊戲 就是推理遊戲 我都很想玩 好 當然有 當然有 在這個袋裡拿出來 才發現自己沒有錢 馬上把眼光拋向松田 讓他知道 怎料他已經知道放了20元貨在桌上 一枝媽 一枝夠了 我不口渴 他有些人物表情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才不要人 喂 怎麼這麼好有名 好感動 這個是小林的心底話 事實上他跟他的默契越來越好 基本上他一些小動作已經知道想怎樣 重點 剛才不會有人上來這個地方度假 其次我們感情不好 誰說很好 不好 非常好 真心相愛 你的臉皮真厚 嘿嘿 否定都沒用 抵得出你們感情深厚 這麼漂亮 你們要珍惜 時迪 從你一如以往 有著土人喜歡的外表 你知道這一區的毒販嗎 什麼 什麼 露出驚訝的神色 什麼 什麼 毒販 隱君子 吸毒的人 知不知 為什麼你要問這些 哦 有了道 準備 不好意思 我去刑警組 哦 他就是號色男 小林把我外套的證件拿出來 那他都一樣照做 你也是 原警 不好意思 沒有隱瞞 你是不是想查這裡 阿蘭 這裡是毒販阿頭 這裡是山不里的 整個地區都有黑幫的耳目 單憑你們兩丁有做不到什麼 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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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怕警察 警察 警察不是人嗎 那當然 只要是人 都不怕 除非是鬼 這句說話 當然有夠真實感 立即聽得出這裡的黑幫 活躍 活躍 活躍於木中無人 黑幫的活躍和木中無人 不過小林並沒有考慮自己 沒有辦法 走 怎麼搞 怎麼不行 你聽不到她說嗎 只要我們兩個不行 人家很大的組織 就算這樣也要查下去 你不想抓到劉業縣 我是想抓到她 那你想什麼 要再深入調查 不是 都要回去 隊長 重電 我不想你有事 蛤 節遇的事件對你傷害太大 也都將我嚇到沒了半條命 我說過不會再被你躲進危險的女頭 所以無論如何都不願意見到你有事 現在每當見到她都生出這個強烈的感覺 什麼都可以 唯獨將她扔到危險 絕對不行 隊長 走吧 有打算 不行 咦 咦 我考入這個刑警組 刑精組並不是要逃避這個危險 相反我因為有危險 才每天裝備自己 雖然上次被她弄了這個 摺完肝做了一頓 都知道自己的不足 但如果是這樣好像烏龜一樣做不到 怎樣怎樣怎樣 就算你阻止我都會繼續拆下去 不單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 好了 沒辦法直視她眼神 那種無比堅定的眼神 清楚松田的性格一早猜到她的強烈反應 直接說她聽不入意的意料之內 既然是這樣只好用自己的方法保護她 就說我對女人 就說我對女人沒辦法 嘻 我就知道你說不及我 聽到小林這樣說 重點笑眼俗 你得跟我保證 你得跟我保證 有什麼事 一定要跟我報告商量 收到 那大嬸跟我講一下你知道的事 你想知道什麼 這裡肯定有人賣毒 他們是否這裡有廠 肯定有 不過誰知道 有犯罪之前有毒 這個集團會在外地 將順道高的毒品買回來 在工廠自行運毒 將毒品稀釋 以順道來區分這個品質 阿頭呢 既然有工廠一定有負責的阿頭 好像我這個 大媽怎麼會知道 當然不會認為一個大媽可以有什麼線索 但現在是大海鬧州 什麼都要試 嗯 頭疼 這裡有些神經病 吸毒 通過他們應該會知道一些東西 蛤 哪裡可以找到吸毒 基本上四處都是吸毒 但他們要不要說就是另一件事 為什麼可以讓他們 什麼 這個是 呃 枕猶得他無畢告訴我 這個是怎樣 不猶得他們不說 你想想我接觸過吸毒 只是吸毒的人 搖頭 進來這麼久都是調查散人案 對於毒也是第一次涉足 這些人不是正常的 不要用正常人的邏俗想他們 在哪裡可以找到他們呢 一些隱密的地方 吸毒仔最喜歡去那些走廊 謝謝你 沈沈我們馬上走了 小心點 謝謝姑娘 你不知道那群人對你做什麼事 放心 如果那些吸毒仔不聽話就打死他們 少了嗎 和這個便利店大嬸打了眼色 然後做過握拳的動作 啊 真是霸氣 後巷 這裡有個國際靈魂不舒服 為什麼可以調整聲音呢 快速傳檔 讓我看看 其實我想把他的語音調小一點 真的不是說不好 不過我想調小一點 因為會跟他重疊 那我沒理由不說話 後巷滿地垃圾 還有一些不知道哪個水驅流出來的 汪莊液體 做一種臭味 你看看那裡有人躺在地上 吸毒仔 那個人應該就是吸毒仔 我去抓他們 聞一聞 看頭看著那個男人衣著殘舊 頭髮亂七八糟 看起來好像黑衣 那樣 皮膚紅腫 有皮膚炎 手臂小腿 發現顏色較暗的注射 有流鼻涕 每幾秒有輯 那些 重點看著那個雙目無神的眼睛 那樣 一臉沒有睡醒的低B樣 哎 吸毒仔 我叫你吸毒仔 完全沒有理會他的說話 蹲下一手抓他的衣 然後把他扯起來 並且把他撞到牆壁 一聲 你在做甚麼 你是不是啞的 為什麼叫你不回應 他不知道你叫我 但是你一個人 你怎麼跟我開玩笑 不斷抓住他 雙手一拉進房間 把他撞下去 蹲下你 蹲下你這是甚麼力量 放開我 放手 你是誰 放下我 回答我 走走走 正 你在做甚麼 你馬上說 你馬上說 不要讓我等 不要做什麼 我真的要休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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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我低能嗎 正常會有這麼髒的地方休息 重點看見他身後的針痛 還有身上無數的針紅 你們打完針 吸毒仔 你們是警員 為什麼要來理會 什麼意思 遠景就不可以理會你 沒有想到 因為這裡是山北館 所以從來沒有人打擾你們快活 我這個吸毒仔 一言沒有說話 似乎 沒有人過問過他們的事 一樣 我也無心打擾你 不過我很想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是誰賣毒品給你 突然這個表情變化 答 你為甚麼要問 我們為甚麼要問 還要跟你交代 說 對方 我是不是說 甚麼 突然裸套刺了從田方向 嘩 從頭到皮革到手臂 馬上跑出 馬上走出去 怕被你走掉 有沒有受傷 我就是怕這種情況 如果你看不到你偷襲就糟了 不會那麼容易 動作很密 看得很清楚 即是嚇人,差點被他刺到 他說沒事,我指你你說什麼扣造 一隻手可以把成年男人抽起來 他很輕,這樣都很誇張好不好 現在怎麼辦,人都走了,要找他都不容易 找到他都沒用,照他剛才反應,就算逼供 他都未必將供課人的資料告訴你 供課人,他不怕 比你那邊的人更可怕 作為一個吸毒,如果得不到毒品 毒癮法座肯定比死更難受 電話 電話響了,喂? 這麼巧,我就在這附近,走過去看看 有案件,在附近的酒店 慢著,又怎樣? 沒吃東西,去那裡買朱古力吃,不然會暈 東方大酒店 前輩 啊,小月二這麼快到 得不遠 距離警局,20分鐘就來 哇,你警察穿這種裝 沒有,沒有想像中更困難 即可惡,看到他一定要給顏色看 看不到他說什麼,金魚 喂? 沒有家人,不能看 啊,在裡面,最尾的房間 等等 這個電話不是說我發現有一間酒店 這是哪個酒店?賓館 我沒有說錯,這裡真的叫東方大酒店嗎? 大酒店不是隔在殯儀館嗎? 所以他就出了一個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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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笑話 你看看屍體 死得真是慘 然後看到男性的屍體 靠著這個床尾坐在這裡,雙手垂下 注意到面上的傷 什麼? 除了面上的瘀傷 口中還有大量的粉末 他腿裡面是什麼? 白色的粉末 是毒品,吸毒仔 又是一個吸毒仔 你來摸摸看 說什麼?我在這裡做東西 怎麼好意思 你想什麼?我叫你摸摸屍體 用了大手套的手背摸一摸他的臉 又摸一摸雙手和身體 噢! 很好摸 不是,身體是暖的 暖? 剛剛死了 溫度根本跟我差不多 而這個回暖的天氣應該就一兩個小時 把屍體的手提起 雖然這樣說也不太合適 但他的表情就好像在玩藝術品一樣 看他的手 屍體剛剛出來 人死了30分鐘左右會出現屍體 現在是12點 即是死亡時間可能是10點半 到發現屍體這個時候 就是12點半前一小時左右 或者是10點半至12點 發現屍體應該是11點前 死後沒多久就立即被人發現 他頭上有個傷口 這個傷口會不會是致命一擊 誰報的 一對狗男女 感覺也很多猴神 在那邊 在那邊的走廊待機 去問問他們 就是叫警察 兄弟 你有沒有發現 是的 我不是真的早上看到那個瘟神 嗯 蛤 是你這個小子 是打巴仔 我男人看見小林露出了一個嫌棄的表情 是的 這個帥哥 是這個打巴仔 是色鬼 你說誰是色鬼 你說誰是色鬼 這裡還有其他人嗎 這裡還有其他人嗎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什麼 你是機佬 你是機佬 什麼 什麼 即是機佬才會這麼在意其他男人的眼光 小林 涼涼濕濕地說 又是雙手 慢慢交叉架在空前 我罪你眼光 我罪你被你騷擾那些女生 那就奇怪了 被我騷擾都沒有覺得被我騷擾 作為一個機佬怎麼會緊張你 他們沒有說出來因為他們厚度 不代表這個行為正確 夠了 你們在吵什麼 隊長你也是 怎麼看都年長很多 為什麼要跟他吵 如果不是這個 是不是打巴仔 黃毛的是你才對吧 金毛的是你才對 你說什麼 我這個有型有新潮的發言 在跟烏冊王的三文字一樣染釀 你這個蟑螂色才是令人噁心 什麼 嘩 端木匪 你 沉默寡人的女生都忍不住害我 你們兩個現在再大呼小叫 就把你的嘴巴撕下來 你 你 閉嘴 30個人仍然是年輕人的喊 什麼30歲 我才27歲 還有你 我們是原警 跟他鬥了你沒有好處 回答我們 他剛剛發現 剛剛嗎 你來做什麼 刺激了小林的神經 你居然 但是做了這一輩子都沒有做過的事 年紀輕的就要開房 警官 你下屬說的話 看來你是姓騷擾 他不是我下屬 他是我們的隊長 是啊 他是這裡最厲害的那個 最厲害 沒有開玩笑吧 這些事情怎麼會開玩笑 辦事人的歌不代表性格會好 我性格哪裏不好 今天遇到的全部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不要再廢話了 資產你叫什麼名字 段木匪 你女朋友呢 他是劉瑾 不過不是他的女朋友 青梅竹馬 好啊 好啊 請告訴我你發現屍體經過 是來這裡旅遊 並預約了這裡的酒店 但是來到呢 發現環境太差 不單止骯髒 房間也沒有冷氣 只有雙人床 只有雙人床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一個大好機會嗎 明明電視劇的橋段有一段機會 一定會 實現一男一女同一床 哦 哈哈 你看的肯定是幾十年前的老劇 現在怎麼會有人用呢 總之 即使我無所謂 但不希望我留在陪著我受苦 所以我來到走廊 想要找一個 女店下塔 另一個女店 回到電話簿 之後呢 拿了幾個電話之後 終於安排了 只想看 背後被什麼人用力撞了一下 男人 不確定 看不到正面 戴全身黑帽 撞了我之後 急急地往正面方向走了 那怎麼發現屍體呢 我房間旁邊呢 還有一間房 這個男人不是從校門進來 就是從那間房出來 之後我又馬上拉著流緊追了出去 但那個人走得很快 追出去就不見了 還差一些檔室路 這裡的環境的確令人很混亂 之後呢 之後呢 回到酒店呢 回到酒店呢 打算拿這個行李走 誰知自動上鎖 因為忘記了帶鎖匙 進不去 於是我就去找這個服務員 陪著我們一起上來開門 接著說 回到房間 沒有了 忽然聽到服務生大叫 於是衝進去 接著呢 服務生站在最後的房間前 變色蒼白 於是你們走過去看 走過去看 看見到這個屍體 是不是 事情就是這樣 有多久 有多久 不到20秒 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回房間後 在20秒內 聽見了服務員的叫聲 還有20秒內 聽到服務員的叫聲 這麼奇怪 嗯 服務生怎麼可以這麼短時間內 走到死者的房間去 對著 慢著 先說一下 我們在這裡還要等多久 為什麼要等多久 在這裡 不要緊張 少年 你的假期已經泡湯了 唉 謝謝你的告知 你女朋友先休息一下 這裡就是警察的時候 OK 都很長 我們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下一集繼續守思題 是嗎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